这一把兑现一个16000天300战力的小国比较远哥 这个远哥还是很强的战绩跟我差不多 我848他847双方都是对抗的mvp 龙虎双边了属于是 这局打的非常军事质量绝了 但最后还是我方更胜一筹对线远哥直接出不夹强二 说了一万遍了 就不到赘数了 然后趁远哥期间的时候打和线 咱们点好了被动不着急被动马上交给和线 先看看远哥有没有想法 他有想法就是轻人打他状态 碰到憨点的直接能拿一血 他离这边很近一技能 轻轻斩 远哥直接就大惨了 他应该不会再的和线有想法了 咱们回头再拿下和线 清完这波线我生死了 不怕远哥了 远哥三级散血直接捶他 他有队友一大招 戳烧出被动 轻轻斩 a 闪条位 连发拼也换掉远哥 四个来抓我能换一个不亏了 其实这波我有个失误 就是先手叠了三层被动没蓄上 如果蓄上了的话 我感觉还能换个西施 还是不够完美 随后和远哥的对线打的算是有来有回吧 这个远哥毕竟400多场 也没有什么破绽 基本上没法单杀他 换血上也是55开 但换血55开其实也是他亏 因为我有续航的 换血只会让他更难受 这一波又是换血55开 然后他又吃了我一个一 大惨了已经 蓝已经来了 虽然他清掉了兵线 但他也难投被跃 我们两轮流扛塔 还是把远哥做掉了 这里我还以为没到四分钟有减伤 多打了一个轻易战 被塔点死了 有点难受 细节不够到尾 复活后后一区上路A掉了远哥的一塔 紧急着对面都去抓后一了 把后一给抓死了 这波对面都去了 咱们就没必要去了 赶紧推中塔 趁对面中路没人说不定能拿下中一塔 西施想倾线活物看好位置 一套再走的西施 塔交给小兵来推 这波对面没技能啊 能打 对面技能基本都拿去杀后一了 我这时候冲进来 对面是没法反抗的 这波收下一个冬皇 接下来可以包对面元哥 戳他鬼里去被动 一技能 但这活太灵活了 追不上 云影来了 戳他去被动接青云斩 一戳跟上 大杂霸体再接青云斩 干死云影已经血战了 临死前想再换一个 元哥还有大 这就没办法了 7分钟这波 苏烈想开团结果被西施拉了 吃了对面很多技能 这不能打 一能血传被动 青云斩进场 闪调位 再说大招击飞再打青云斩 可惜了 冬皇有的 不然这波我可谓势不可挡 但此时对面基本也没技能了 蓝进场收掉了元哥 蓝想躲西施拉交歪了大招 不然对面要更炸 后续满技能的队友打了一波追击 勉强一换一 这波其实不亏 对面状态明显更差 只能回家加血 我们这边还能继续刷野处理兵线 显然是团营了 像这种你家坦克吸收了很多伤害的时候 不妨勇敢一点 很容易创造奇迹的 打到中期 双方355开吧 打的有来有回 人头比也差不多 就在双方僵持的时候 后一大招开团 射到了对面射手元方 咱们直接二闪大招进场 控制时间很短 元方很厉害是抵抗杰 现在局势很乱 咱们先随便调个脆皮输出 带走没进了西施 队伍还在冲 对面应该也没进了 咱们继续追 抬起冬皇交闪 抬起元哥交闪 一进了收掉冬皇 再一个二进了带走元方 直接受两个人头 真的很香 元哥要不是有大也得死 满血后一去追 抬起元哥 直接被满血秒杀 元哥这英雄真的是追不得啊 紧接着中期打的算是有来回吧 对面拿主战 我们在团战里占到小便宜 苏聂大伞开团 蓝想进场结果被西施拉到 一套控制空在塔下 其实这样塔下开团是没啥意义的 还不如等后一大招开到人了 咱们再打 紧接着苏聂掉点 火舞被西施拉到了也掉了 没办法 这不只能被迫手打了 对面应该没啥技能了 可以冲一下 进场就被冬皇打到 但好在对面没技能 我并有被打死 对面都在打我 后一疯狂输出 蓝在后手收割 这波团竟然还打赢了 有了主战拳后 拿下主宰 其实现在打团也不一定能赢 保险起见 顶着羁绊再开暴军 拿下双龙 要对面高地这波蓝进场被冬皇吸住 但对面此时没人跟输出 冬皇大算是白交了 此时我和蓝双进场可谓势不可当 对面直接被冲烂 后一在后方安全输出 这最后一波团打得非常漂亮 然后也是顺势一波拿下了对面 其实分传高了都很少有单杀产生的 基本上整支游戏都是打的运营 打的是一个团队游戏 如果你觉得你下落头操作很好 却一直上不去分 不妨想想是不是自己的意识不到位 自己的想法是不是总是与团队背道而驰 只有意识和操作都在线了 最终才能上大分